吃素的香港朋友來台灣玩 他們就說台灣對待吃素食的這件事情呢 就好像找到他們的春天一樣 例如說他們會指定來台灣 要我先幫他們定位的 有一家餐廳你們知道是吃到飽 遇到那個拜拜的節日 會看到什麼咧 素三生 他們會把它變成那個類似像蒟蒻 你看這種就是不是就是台灣的飲食文化 還有創業 我沒看過這個素三生的 哈囉,我是Jenny 真心話好帥啊 哈囉,Jenny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聊什麼咧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是香港人覺得 在台灣這件事情就要讓他們這樣如魚得水的呢 我覺得蠻多的 第一個我就想到吃素的人 因為吃素的人這20年10年都已經越多 有些人是為了 宗教信仰嘛 拜佛 有一些呢就是為了 控制體重 有一些呢就是為了 環保節能要減碳 對 有一些就是為了 希望我要考到試 我要什麼買防順利 所以我要吃素又還願那種感覺 所以我認識的香港朋友呢 他們也有吃素的習慣 他們除了在家裡面煮之外 第二個當然就是 在外面吃比較輕鬆嘛 但是呢 特意點素菜 他們會怕會不會混到那個煮飯的流程裡面會不會沾到一點 而且 反式不多 那個菜色 不多 所以香港的素食餐廳是比較熟的是不是 你要授地圈 都特意去找 好像我特意要去吃日本料理 我就要去找日本的餐廳 他沒有像台灣的那麼普遍 我就有幾個就是吃素的香港朋友來台灣玩 他們就說台灣對待吃素食的這件事情呢 就好像找到他們的春天一樣 不僅是選擇多 菜色的變化也多 因為很多人吃素都覺得 好像都只有吃那個 塑料 或者是那個 兜製品的東西 好油喔 怎麼吃素 越來越胖的感覺 我不是要減重嗎 但是台灣不一樣 從高級的素食餐廳到平價的餐酒館 或者是便當店也有耶 例如說他們會指定來台灣 要我先幫他們定位的 有一家餐廳你們知道是吃到飽 上一個字 果然會的那個餐廳你們有吃過嗎 因為我吃過一次 我也是覺得很讚 因為我是一個 我平常沒有在吃素的人 對啦我是肉食主義的人 但是他們這一家的那個 這現在不是字路喔 這是真心分享推薦喔 就你吃肉 吃他們的素食的時候 他們的擺盤 他們的食材 還有那個選項 我會忘記我在吃素耶 因為他們的種類很多喔 義大利麵的 壽司的 炸物的 甜點的 而且還會按照不同的時令 它就會有那個不同的菜色去更換 好像之前如果是當期的蔬菜 例如說綠竹筍 他們就會有幾道就是特別綠竹筍三啦 那秋天就是吃那個山藥的季節 或者是苦瓜的 他們就會把它變化 就你每一次他們來台灣 都會吃到不一樣的那個當季的季節的那個菜 而且很貼心喔 他們就是吃到飽嘛 各種各樣嘛 他就會在那個不同的菜色上面會有一個 有一個牌 小牌子 他們會寫說 這是奶素的 這是淡奶素的 這是寒奶的 這是五辛素的 你這樣子是不是很貼心 因為有些人是很嚴謹吃素 就是完全跟動物 或者是蒜頭的人都不能吃 有些是淡奶素喔 就是還可以 所以他會很貼心的幫各種菜色分門別類 像我家樓下的那個巷子喔 已經有好幾家素食的便當店 還有那個夾菜的蜘蛛餐 甚至還有素食的鐵板餐廳 你們有去吃過鐵板的素食餐廳嗎 他真的就是跟牛排的一樣 上面那個鐵板 然後上面就是有那個豆腐啊 或者是那種菇類的東西 就是一點都不無聊 我在上網去查一下 因為我要帶他們去搜尋不同的那個素食餐廳 我就看到原來呢 在2023年發佈了一個全球素食人口調查 他說台灣吃素的人喔 大概有300多萬 這個比例喔 他說是全球排名第三 第三名喔 第三名 十大素食友善城市 也是台灣在那個排名榜裡面 台灣不是有很多那個便利商店嗎 其實素食店也很多喔 有6000多家 不輸便利商店 不輸 只要到吃飯時間 中午時間 我家門口那幾家 都是一堆人在排隊買那個便當 遇到那個拜拜的節日 會看到什麼呢 看到菜市場跟賣場有一個素三生 素三生叫是什麼吧 豬 魚 雞 你知道他們這三個都是用來拜拜的貢品嗎 他們會把它變成那個類似像 蒟蒻 果凍 一盒的 你會看到那個好像有一個塑膠的模具這樣子 還有人會變成 麵包 對 全內有賣麵包 對 你看這種就是不是就是台灣的飲食文化 還有創意 這種對不對 我沒看過這個素三生的 或者是有人要取代也是用這樣的素菜 來當公平 他不會把它變成好像肉類的那種模型拿出來 連台灣人自己都覺得很可愛 對 我覺得很豐富 很有創意 但我沒買過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你們有吃過這個素三的萬英流言 是果凍類 就是橘色的 尤其是 那除了吃素之外還有嗎 有 第二個 我想到的是 愛騎腳踏車人士的天堂 蛤 可是我們很多外國人講說台灣的騎腳踏車環境很糟耶 外國人他們哪一國我不知道 因為呢 我是比香港的 因為我們就是三面環海嘛 有很多地方呢 它都有那個腳踏車的設備 或者是單車鏡 就專門的給腳踏車 但是呢 香港騎腳踏車的路線呢 主要在哪裡 主要集中在人員比較少的信介區 或者是離島區 尤其是的沙田跟大埔區 所以呢 我的香港朋友來到台灣呢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都會覺得台灣的騎腳踏車的環境實在 太友善了吧 因為你全台灣就是中南北或者東部 它都有很多很充滿特色的那個騎腳踏車的地方 你知道 有一些是在隧道裡面的 有一些呢就是旁邊有那個火車的 你可以跟它旁邊就是有一種 哇 就每一條單車的 對 但你那個青春又回來了 我的朋友來還專門騎車環島耶 騎腳踏車環島 對 騎腳踏車環島 那這個層次對我來講實在太高了 我呢都是留在比較自己熟悉的 就是北部 然後我就覺得我很夠氣了 例如呢我覺得雙匪那個規劃的河冰 還不錯 自行車道又寬又平 還有乾淨那個很流動的洗手間 廁所 乾淨的流動廁所其實很難得耶你知道 就代表有人在顧 然後還有那個飲料販賣機 所以你不一定要帶自己的水壺 你騎到差不多 你找到飲料機你也可以買 我平常呢我經常出沒在哪裡呢 我都是在信電溪 還有一個淡水的我覺得也不錯 大稻埕你沒有去過 但你沒有騎過大稻埕到那個鹽坪河冰公園那一邊嗎 它的如果你騎到無聊的話 你可以中途逛一下那個古蹟的景點 迪化街啦 迪化街還有拜拜城隍廟啊 還可以順便吃吃什麼 魷魚庚面 因為你光騎車也好像有點餓 對會餓 對你會累 所以你要有補給中途 吃吃東西 你也可以去那個馬祖廟下面那個大榕樹下面 吃那個小攤啊 它的紅燒肉還不錯喔 而且你剛好遇到那個太陽下山的時候喔 你還可以去那個淡水河看看既陽喔 好啦以上就是我覺得在香港人來到台灣 魚魚得水的事項 那歡迎大家留言喔 有什麼好吃的素食餐廳也可以分享給我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聽不懂嗎 然後不認識一下